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红发型 所以是我们远离注重苦恼 做法是什么 是说明宇宙间的一切真理 它可以令我们心向时辰 而获得永恒不变的快乐 真理是什么 是万物深深呼吸的自然发生 一切皆因缘却而残忧 由因缘伤而消失 缘神缘灭 就是真理的现象 当我们无从了这几人的发生 也就是放下解脱之事 当我们无从了这生命的发生 也就是放下解脱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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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跟我念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悲地藏王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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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尊菩萨 摩赫萨 摩赫萨 波罗蜜 一心鼎礼 达摩祖师 历代祖师 &署吉他 加持法会 我为父母众生 生起大悲心 愿成就菩提心 安住空性 广修功德 愿成佛道 普度众生 雄阿虎 班辭古鲁 拜託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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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放閘 大家好 師父一定要好 但是我想 希望別人好 希望別人健康 不分宗教 刚刚我们慢了一点时间来 因为我们李志雄菩萨 带我们去一个古魂墓 那边有很多观光客的古魂墓 然后呢 也希望能够引领他们来少林寺 特别英国伦敦少林寺 参加今天的慈悲法会 那什么叫慈悲法会呢 因为慈悲是佛教的精髓 慈悲是我们佛教徒的特色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表现慈悲 所以刚刚我们去虎墓区的时候 故意买了四个灯 然后呢找适当的位置去放 那就有一个外国女孩子 她就问我们为什么灯要放在那边 好像她知道那个不是我们认识的人 但是这个就是佛教一个很好的方法 这位女生就很有兴趣 她说你们为什么要把灯放在不认识的人身上 然后她也跟李志雄摆明了说 她对佛教印象非常好 而且看到我们在做 所以她觉得很温馨 所以我看她一眼 她给我一个玛利亚的微笑 就是很慈悲 很好 这里面没有欲望的 然后我们李志雄也很慈悲 马上把手上还一个灯送给她 她很讶异 为什么要送给 让你去供养啊 因为这个灯 去供养这些 为他们供养 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快乐 升天 所以她更快乐 所以我就跟李志雄说 每一个姻缘都要把握 这个女生搞不好过去是你妈呢 她说外国人不会相信的 我说不会啦 你有机会 因为你用行为表达出来了嘛 你也讲众生都是父母 所有受苦众生 接我父母 所以各位要这样去看待 所有的生命 那当然我们对所有父母要做什么 就是报恩 所以生我们 养我们 教育我们 为我们付出 所以我们知道 母亲对我们有这么大的恩 所以我们要念着 母亲对我们的恩 而感动流泪 所以一定要让母亲快乐 没有痛苦 让所有母亲快乐 这叫什么 那个叫大慈心 对 那给我养成习惯 我想我们看到爸爸妈妈来一定微笑 一定就是希望他快乐 所以我认为学佛以后 各位不要展现个性 这个人不喜欢笑了 那是我个性 那你不能 因为学佛就是 众生都是我们父母 我一定要配合他 妈妈要我笑我就笑 妈妈妈要我端水 我就端水 我就是希望 这些母亲父亲快乐 而且每天想如何让他们快乐 这个叫慈心 第二个呢 悲心 那如何让所有的父母都没有痛苦 特别最后能够远离生老病死轮回的痛苦 那所以各位我想 我们去虎牧区或者医院 这个对我们帮助很大 我们很容易就是升起这个心态 不希望对方有一点点一点点的痛苦 但是如果我们对其他生命的痛苦 默不关心的话 那是最很可怜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现在网路上有很多很好的骗子 有些狗掉到冰河里面 有些羊掉到危险的地方 有些人真的愿意跳下水然后去救它 我们这个就是现在表达佛法最快的方法 而且我看到那个点阅力 都超过看海涛法师的几百倍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边讲一大堆道理 你还不如是救一只流浪狗 去救那个蹲在路边的一个穷的老人 伟大的妈妈 我就是生了一个小孩才开悟的 并不是说苦 而是觉得生命很苦 生命很苦 既然生命很苦 我对这个小孩最大的教育 并不是给他多少钱 这有个人的因缘 但是生就是苦 曾经有一个小朋友问大宝法王说 为什么要死啊 大宝法王说那你为什么要生啊 所以生是苦的根源嘛 你有了生就要老就要病就要死 当然有智慧的那不要生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佛教的最高阶段叫无生 因为你一起心动念那就会轮回 也就会苦 那各位在这一点所以我们叫一心念佛啊 就是不要起世间的念头 念佛诵经持终 或甚至一直保持一个想要帮助众生的念头 对这个众生没有爱也没有恨 爱讲的是欲望只有慈悲 只有报恩 就像我们对爸爸妈妈大概也没有世间男女的爱 也没有那些恨 就是希望他健康一点 就算哪一天要死亡 很快乐的没有病苦 所以刚刚讲了 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悲心 在悲是 知恩 念恩 报恩 就是说你对所有众生你要先去了解这个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像这个花 没有空气 没有水 没有泥土 没有农夫 没有买卖 没有我们 它就不会存在 所以这个花 不能够离开世界的每一种因缘 就像各位我们坐在这边 你在呼吸 那你呼吸有我呼出来的 我也吸到你近年 所以这个世界是互相影响的 互相依靠的 所以首先你必须要有这个报恩的思想 世界上的每一个物品 每一只蚂蚁都对我有恩 各位的鞋子可能是泰国做的 各位的衣服可能是法国做的 各位的手机 不一样的国家做的 你吃的药 饭 菜 所以我们从生命成长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要靠着世界的万事万物 世界的众生 特别现在这种科技时代 做生意的 他就去选择哪一个国家产的东西 比较便宜比较好 所以这个世界已经是互相影响了 我们都知道 所以我们要关心世界 看新闻 乃至社会的这些空气 现在伦敦 雾气比较少了 这个都有他的因缘 所以这一点各位一定要经常去思维 达摩祖师讲了空 释迦牟尼佛讲了智慧 他讲的就是说 凡是存在 都不离开其他的存在 所以所有的存在 念一下 互相影响 互相影响 因为所有的存在都互相在影响 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存在 那我们要感恩整个世界 感恩所有众生 就像我在前面 故意放一个佛塔 代表佛陀的心 那这边摆一个地球 地球就是佛法的目的 佛教 他就是希望帮助整个世界地球 帮助所有众生 那佛才要成佛 所以这种 知恩念恩报恩的思想 你一定要放在心里 就像有些做太太的 现在抱着小孩 很快乐 请问小孩从哪里来 没有老公还有他 所以这个小孩 是我跟我先生结婚而有的 哪怕先生晚上不来 晚上不回来睡觉了 吃饭了 但是因为有这个小孩 是偷他来的 你只想着 没有他就没有这个小孩 你要想正面的 所以修行佛法是 你要去调整你的思想 你不去调整你的思想 想他对你的恩 那你就会很痛苦 就像我们爸爸妈妈老了 甚至他失智了 他精神有问题 他在骂你 他不认识你 你是谁呀 但是你永远不会讲 因为你知道 爸爸妈妈曾经对我好 所以虽然他现在 精神有状况了 失智了 但是我还是要照顾他 因为你自己决定了 因为你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对我来讲也是这样 因为我有结过婚 然后我太太生一个小孩 那时候我去产房 我看那个小孩就三天 我就不睡觉 我就一直看他 这是我黄母人生的 但是我又交代护士 不要弄错了 牌子放错了 搞不好我报错了 后来我就会想想 我这个观念有问题 隔壁也是小孩 那边也是小孩 为什么是我生的 我才关心 因为我太自私了 因为每一个爸爸妈妈 都希望他的小孩 很健康很健康 所以佛才告诉我们 来 愿所有小孩健康 你小孩就健康 就不这么简单 愿所有人都离开贫穷 那你就有钱 愿所有人都快乐 那你会怎么样 那你就快乐 所以我那时候 思想就开始改变 但是因为有这个小孩 我才会产生 对爸爸妈妈的 报恩的心态 哇 他这么脆弱 我要这样去照顾他 哇 原来我也被照顾 长大了 所以我就把这个小孩 当做我生命的老师 这样 但是同时当然 我也一直 我有个挣扎 我爱他爱得很深 但是我会觉得 这样是错的 这样我很痛苦 他也很痛苦 我如何对待小孩子 又对他很好 又不会让他 也不会让我痛苦 那各位 这就是佛教的重点 有执着的爱 会让你痛苦 你对这个小孩 不要执着 但是你要百分之一百的爱他 唯有没有执着 你的爱才会有百分之一百 你一执着 起心动念 你的爱就会像 就像镜子破掉一样 所以如果你要达到 那个光 越圆满的亮 那就不要有风 这样 然后这个点灯的亮度 才会表现得很好 所以你一定要很镇定 不起心动念 那你的镜子才会亮 你的光才会更亮 因为你想要爱对方 所以我只爱我的小孩 而没爱其他的小孩 这是错的 所以我那时候虽然没学过 我就开始一直思维这个问题 但是我看到他又很苦 为什么 我怕他生病 我很担心 但是我却不会担心别人 这个我也错 所以各位这个叫思维 你碰到每一件事情 你要去思维 然后怎么样可以让自己 可以达到一个没有痛苦的爱 因为我已经爱上他了 他还没有生出来 我就已经爱上他了 但是越爱得越深 越让我不可自拔 很痛苦 所以我们要去找求 没有痛苦的爱 那是什么东西 佛法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为了要找教 没痛苦 所以你必须要 不能够离开佛法的思维 你离开佛法的思维 那你又陷入那个痛苦 除非你不爱众生 那你不爱众生 你要爱自己 自己也很痛苦 所以我们今天 我看到定的题目是什么 来 保护自己 保护众生 因为我们不希望让自己痛苦 就像不希望爸爸妈妈痛苦 那怎么会造成痛苦 怎么样可以不要痛苦 所以当时佛陀讲了 为什么会有痛苦 你也讲 有我的存在 就是我们有觉得 我 我是男人 这是我的名字 这是我的衣服 这是我的爱情 这是我的身体 这是我的钱 你有这个我的执着观念 那你就保证要痛苦 那如果各位 你现在要学快乐 你就开始 怎么学比较快 来 关心别人 超过自己 那你就没痛苦 去老人院 去顾问院 去放生 去市场住恋 那时候你会发觉 你的烦恼痛苦 不见了 不是不见的 是你超远了 因为你的注意力 不是自己 如果你的注意力 一直在自己 那你就会痛苦 所以为了保护自己 不痛苦 来自于帮助别人 那帮助别人 最好的方法 你要开始 哪一个人 是你最值得帮助的 来 爸爸妈妈 这是天经地义的 所以这个叫 知恩念恩报恩 所以我要让 爸爸妈妈快乐 叫持 弥勒菩萨这个意思 我要让所有众生 都痛苦 叫悲 观音菩萨 那我想各位 很容易 很容易做到了 就是说 你对你的儿女 一定这样 就是不希望 他一点点生病痛苦 很自然 甚至你买了 很多好的东西 要给他 因为你爱他 这个叫持 那如果你问我佛法 我没有读很多经典 我不懂的字 你会持悲 就你已经做到精髓了 如果一个人 学佛很久 我跑了很多佛教单位 我学佛很久了 但是从你的脸 看出来 不太慈悲 那就会 就会觉得 这个不是修行 所以我想各位 我们爸爸妈妈来了 我们已经从内心里面 很高兴地看到他 然后呢 希望他 坐下来 我们要倒水给他喝 希望他健康 爸爸妈妈也不会管自己 你好吗 你好吗 老公对你好不好 各位如果我是你爸爸 我这样问你 先生对你好不好 你不要开始哭呢 你问到我的重点了 那你这样就不笑了 你要跟爸爸妈妈说 太好了 那爸爸妈妈就 嗯 那我就安心了 这个叫孝顺 孝顺你就不要让对方 丧心嘛 所以 我想 让父母快乐 不是不见得要花钱 就是说 你就算你很穷 也要 我很有钱 爸爸妈妈你放心 因为你不希望 爸爸妈妈担心 所以 宁可把苦呢 放在心里 但是 不要让对方 为你而操反 担心 这我们中国叫 孝顺 孝顺 对不对 让父母 放心 这叫孝顺 所以 第六个要讲什么 来 你要讲 起真上意乐 那就是说 你要让爸爸妈妈快乐 你要让所有众生离苦 然后你把这个 成为你活的 生命的意义 责任 愿力 也就是一种 四发四 我要让所有的众生 爸爸妈妈 都快乐 没有痛苦 这成为我生命 努力的责任 为此而修行 那就变成第七个 叫 菩提心 所以我想 大乘佛教的目的 要我们发起 菩提心 这种 为利益众生 愿他们 离苦得乐 成佛的 菩提心 那这个菩提 这两个字应该讲 觉悟 就是了解了 了解了 众生 对我们的恩 世界 对我们的恩 所以 我们就会产生 菩提心 那告诉我们 这个真理的是谁 那叫本师释迦牟尼佛 所以我们永远要对本师释迦牟尼佛报恩 没有本师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视线在这个世间 我们永远没有机会找到这个真理 所以我们很喜欢礼拜供养感恩释迦牟尼佛 然后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了更多的佛 更多的菩萨 更多的净土 更多的方法 不过 佛法一个简单 为什么叫我们念阿弥陀佛 为什么叫我们念阿弥陀佛 念一下来 世间都是苦 真是的 这一点你要去提问 我们说不会阿师父我还没结婚 搞不好我结婚就会很快乐 我们福建话的 别说你不要傻了 但是结婚可以帮你修行 你要感恩这段婚姻 因为他会让你了解真相 真相是什么 原来结婚不是光爱情 还有忍辱啊 对不对 包容啊 酸甜苦辣 没有结婚你怎么会开悟呢 但是聪明的人 不用结婚就看到别人就开悟了 所以各位要学一学 让自己去思维 思维 所以佛教的智慧 不是说看书叫智慧 而就是说 能够去看到真相 就像我儿子生下来 我就开始开智慧 我就一直去思考这个问题 然后生命的意义 为什么这么痛苦 为什么我又这么爱他 然后我又很痛苦 我以前没有所谓的担心不担心的事情 我现在变成多了一个担心 然后我就知道妈妈 那妈妈生四个 像我妈妈生四个儿子 怪不得他有四个担心 他时时刻刻 包括我妈妈在生病 他也问说 你回来了 那你二哥呢还没回来 他现在做得好不好 我都要骗他 他赚大钱没问题 我都要骗他 因为妈妈都担心那个最爱的 那你大哥身体好不好 不得了 他现在去跑步了 因为你一定要骗他 因为让他安心 因为事实上他 这么担心他 对我生病的哥哥也没帮助 但是如果他安心一点 然后我们再来想办法 所以我这样讲 各位 你学佛以后 你的心必须要变成很细腻 很细腻 很贴心 所以我刚出家 我师父说 你这个男人 你如果要出家 你就做一阵子的女人 他说女人就是要 就要很担心别人 很细心 很贴心 但是你要有男人的智慧 要有女人的贴心 那这样你才能够帮助佛教 因为他很怕我们 因为我们以前在寺庙 会儿讲的 我们里面都是博士 都是那些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就是这样 这样而已 不太笑的 看书很认真 不苟言笑的 那我师父说 那我师父刚好 跟我们大家不一样 他看到每个人都笑 然后他就伸手去碰碰你 因为他的手叫兜帅免手 没有骨头的 我师父有这个像 叫兜帅免手 没骨头的 很柔软 所以后来我就想说 对你看 我这些师兄弟读那么多书 还不如我师父这样 看到人就这么亲切 这个要修醒来的 这个是一种苦的磨念 就像老妈妈 老妈妈她已经生儿子 然后管理家庭 然后做事业 忙了一顿 她终于有一点体悟了 她很成熟了 所以我讲到这个 希望各位要磨练 磨练 磨练最好的方法就是慈悲 就是说 虽然你爸爸妈妈很健康 但是各位你要多去老人 因为关心那些老人 所以就像刚刚我们去虎牧区 虎牧区也不是我们的父母在那边 但是一定都是做过我们父母一样 所以去为他念 所以我刚刚在想说完了 我念那么多我等下来演讲 就已经没声音了 但是你又不能不念 当然我念 来哟来哟 到英国少林市来哟 这边好吃的喔 这边大家今天要用一天的时间 来为他们修行布施点灯 希望他们升天 希望他们去极乐世界好不好 你要这么贴心 然后你就不会啪 不然有时候你会觉得 那是魂牧耶 这个叫概念式思维 如果你有概念式思维 就是你用意识去分别 这个好这个不好 这个就是我们要消除的 真理的思维是什么 她是母亲 她是一个想要离苦的 可能她现在升天了 但是希望她升天 你还在轮回 升更高的天去净土 你要一直为她 你要用你的真理的思想 去超越你这个世间概念式的思维 事实上一个魂牧跟一个佛像 一不一样 一样 因为佛成佛 就像电灯的光 光为什么要存在 因为它就是要跟黑暗合在一起 而消灭黑暗的 所以我们修慈悲 那就是要救苦救难的 让苦难消除 那就是佛教的目的 所以很多人问我们 你们佛教在修什么 念一下 帮助你啊 这就是我们活的目的 那为了帮助对方 所以我们去学习佛陀 就进圆满佛陀 帮助众生的方法 跟他的行为实践 行为实践 所以我最近很喜欢问 各位为什么移民到英国来啊 为什么 你不要说 我来看我老公的 我来看我女儿的 我来拿学位的 你要说 我来帮助英国人的 英国最近要脱欧了 有点不安定啊 所以我要来这边祝念啊 修功德啊 希望一切都圆满啊 那这个就是一个动机 如果你有这个很好的动机 那你会觉得来这边就没压力 但是如果 念下来 有求皆苦 但是如果你的动机是 我希望来这边得到一个 一个满足一个快乐 那就苦 所谓苦不苦不在你有钱没钱 而是 中国人讲 无求品质高 一个人无所求 他的人格就是圆满的 对别人不要有所求 各位尽量就这样做吧 就像我经常很喜欢讲德烈莎修女讲 不管你对我怎么样 我依然爱你 好伟大的一句话 你回去要跟你老公说老公 注意听 不管你对我怎么样 我依然爱你 这样就OK了 事实上我结婚也跟我太太讲这句话 我才结婚 我真的讲这句话 那当然我讲的动机没有 好优优优独播剧场